埔里镇新南国小因为草场年久失修 跑道不但隆起且多处破损 加上跑道上的人工草皮磨损严重 让到草场活动的学生时长滑倒 在经校长反应后 今日县长也到现场会刊 并表示学生需要一个安全的运动空间 因此县府也会激励争取中央经费补助 让草场能够重建保障学生的安全 所以我今天来会刊 我就会立快地请我们教育处 报道我们这个体育署 我们征求的建位是500万 但是县政府要配有100万 如果能够体育署能够补助下来的话 我们配有款绝对没有问题 我们一定要帮学校姐姐这个困难 先远黄四方表示 新南国小操场市921地震重建至今 已经多年从未休整 导致学校办理许多活动 不管是学生或家长都有发生跌倒的情况 感谢县长亲自到新南国小会刊 关心学生操场的问题 并允论协助改善 保障学生在校园活动的安全 经过921到现在已经 很多年都没有整理了 所以在许多的比赛运动的场合 不管是家长还有学生 已经跌倒好几次了 那希望我们县长可以跟中央争取经费 然后地方来配合一些配合款 然后来把他这个操场完成 让我们新南国小的师生 家长有一个好的一个运动环境 副一长盘选肯定林县长的用心 也希望在会看后 县府教育处能够紧速落实中央经费的争取 将这座操场能够紧速来改善 让学生在校园有更安全的活动空间 记者陈伟一 普理采访报道